将路径转成为发光的 来,这里的地方呢 当我按右键的时候 它其实有几个功能 前面我们介绍过 制作成选举范围 像这个没办法变成选举范围 它是一条线哦,不太重要 那填满路径 我们要使用的是画笔的路径 不过画笔的路径呢 可以运动到这个 所以我们要先设定一下 目前69有点大哦 我希望光沿着周围走 那光这个很不要那么大 来,我先设五看看 可以直接打五的大小好了 那硬度呢,这个 这样才会自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线条 那这样的话就有楼边的效果 先设五看看吧 接下来设完以后呢 这个地方呢,再点它 按右键,sorry 按右键的地方告诉它 笔画路径 那目前是笔刷就对了 请你点这个,叫模拟笔压 那要做之前 别忘了,我们要再做在这里 要加个图层 sorry,要加个图层 先删掉 这个,要加个图层哦 加个图层,等一下让它线画在这里 不要画在这里 画在这里,如果不要还可以删掉 如果画在这里 我画死就止了,糟糕了 这里哦 所以确定在这个地方加个图层 好,按右键的笔画路径 确定是笔刷 而且打勾 线条就出来了 线条就是前景色 老师颜色不喜欢 Ctrl以后微笑 我希望白色的,交换 这一颗就交我们刚刚的前景色 再一次吧 笔画路径,模拟压力这个 Ctrl加放大一点 那我们希望让它发光 发光的话 这个,画到哪里去了? 画到这里来 眼睛关掉 你看见了吗? 诶,老师还有一条线耶 线的地方呢,旁边点一下 旁边点一下 点到它,就会把线条绣出来 我先把它关闭啦 点到它的时候,就会把线条绣出来 你点旁边,线条就消失了 这样才不会是干扰 你看见吗? 那点到这里来 我们已经把这条线画出来 周围 那让它发光 发光是这个负责的 叫外光晕 这前面我们教过 外光晕了 我们先给它叫正常的颜色 好,来展开 这光晕的效果,这里 光晕的效果 这...这个 这外光晕啦 这可以来稍微调一下 让大小在这边调这个 那笔画好像太粗了咧 我觉得不要了 不要说我们觉得太粗了 怎么办? 加个涂层,把这层删掉就好了 我要再瞄一次 我觉得5太粗了 来来来,再一次 先设这个 在这里改 我刚发现的3就好了 我再一次喔 确定是在这里 等一下画在这里 然后再回到这里来 按右键,按右键 告诉它 这滑鼠不够好 有时候怪怪才会变这样 笔刷,以笔刷就是我们刚设的 确定是白色 这个 然后接下来 移到这里来 那再提醒你喔 这时候 它那条线还会出现在这里 请你旁边点一下 旁边点一下 然后点到这里 再来透过这个来 让它做发光的效果 外光晕 光晕在这里 这光晕在这里 那光晕在这里呢 来,我让它大一点 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可以来调 这个可以来调 像这样 好吧 那接下来老师 哪有环绕的效果 环绕的效果呢 是怎么样 来 早上我们有没有学过遮罩的效果 来,遮罩喔 我把这地方把它遮起来 我希望光是这样环绕上去的 所以呢 这个是到这里呢 这一段应该看不见 来放大 CAMDOT加放大 我就把这一段遮起来 遮起来的时候呢 要用什么遮 黑色来遮 要涂在这里喔 涂在这里喔 然后我就拿那个 笔刷来涂就好了 这有点小了 对不对 大一点吧 那笔刷这次涂就要干干净净 我比较好认 24 我涂超过了 CAMDOT再小一点好了 24太大了一点 因为我们只把这个涂掉而已 来,好像什么 是这样绕过来 绕到后面去,对不对 然后再这样 这个应该也是要叫 绕去后面 对不对 然后这边绕出来 这里应该也在后面 其实就是把它遮起来的原理 就在做这个 所以你可以知道 做出自己的环绕 CAMDOT减缩小 好像光是沿着周围 一张绕上去的 所以要想清楚 这个沿到后面 所以这一段 我是其实把它遮起来的 就在这个把它涂过来 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